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韩国恐怖电影《寄生林》 电影刚开始,男主小兵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撞击声 于是下楼查看,发现了已经死去的父亲和正在自残的母亲 第二天,这死人的事件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因为一夜之间,只剩下了男主一个人 所以警察只好找来了男主的舅舅,眼镜男 眼镜男了解到男主一家发生的事情后 决定带着自己已经怀孕的老婆小金 还有正在上学的小姨子游林,住进了男主的家 刚到男主家后,眼镜男和小金逛逛房子 而游林所坐在房子外的草地上玩起了手机 看着这么大的房子,本不开心的小金,瞬间心情大好 就在小金准备拿起一个玩具看看的时候 却被突然出现的男主抢了过去 随后两人就带着男主认识了游林 但刚打完招呼,就又躲在了小金的身后 大概是害怕生人吧 到了晚饭时间 小金本想让男主多吃一些东西 将自己的美好形象留在男主的脑子里 他让男主似乎根本不领情 吃完饭就上楼去了 而游林似乎是因为小金太过于偏爱男主 居然吃醋了 美好的一天结束后,大家都进入了梦乡 但是却在第一天晚上,小金就做了噩梦 梦到有人拿着刀准备杀死自己 被惊醒后,小金请师父打开了那个被锁上的门 因为好奇就进里面查看 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做法的屋子 进去逛了一会儿后就离开了 晚上眼镜男回到家后 小金说想要收拾掉那些做法的东西 但是眼镜男却因为男主的奶奶失踪 不允许收拾 男主回来后,眼镜男开始拿孩子撒气 小金却白了眼镜男一眼,就为男主做饭去了 随后试探性的问了男主关于那个房间的事情 却被男主反驳说,不可以进去 小金很是奇怪,但是也没问太多 到了半夜,本该到睡觉的时候了 游林因为第二天要考试,所以还在奋笔集书 随后就听到楼上传来了撞击东西的声音 因为会分心,所以准备上楼查看 却发现声音竟然是男主发出的 就在游林想要教训男主的时候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拉走,砍去了双脚 一声尖叫,游林从梦中惊醒 看了看时间才凌晨三点多 起身去查看房子的时候 脚步停在了那间被锁住的房子 还看到了正在抽搐的男主 被吓到的瞬间,镜头转向了警局 警察们还在调查男主父母死亡的原因 以及男主奶奶失踪的情况 就在几人讨论案情的时候 华毛警察突然发现 男主母亲死的时候可能有人在旁边 镜头转转到学校 男主在画画的时候 突然被两个小混混抢走了画着奶奶的画 还被大肆的嘲笑了一番 男主气不过就拿铅笔杀死了那个瘦子 可是回到家被责备的时候 男主却说不是自己杀的 随后因为男主太过害怕 小金决定晚上陪着男主一起睡觉 到了半夜 男主被噩梦惊醒 于是就向小金说出了另一个孩子的名字 小陈 据男主讲述 小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小金听后认为那只是男主做了一个梦罢了 所以安慰男主后就又沉沉地睡去 但是晚上游领起床时 镜头一转却发现了在地板上坐着的男主 第二天男主放学后 进到一个废弃的房间 杀死了尾随进来的小胖同学 与此同时小金在假装买黑果的时候 打听到了原来奶奶失踪的原因 是因为奶奶得罪了所供的神灵 直到有一天奶奶失踪 男主的母亲也开始发疯 将男主的父亲杀死 接着自杀 与此同时 黄毛警察接到电话 奶奶身处在一家养老院 只是因为奶奶会经常伤害自己 所以才将手给包住了 这个警察准备审问奶奶的时候 奶奶突然发疯 将黄毛警察看作自己的孙子 伸手就要掐他 而就在黄毛警察快要窒息的时候 隐约看到了男主的影子 回到警局后 黄毛警察又在照片上发现 男主的母亲眼里也有男主的影子 于是为了调查清楚 黄毛警察在男主回家的路上 找到了男主 问了男主一些事情 当天回到家后 小金在收拾男主的房间时 发现了奶奶当巫婆的画像 最后跑到那间房子才发现 原来这个巫术是为了互换灵魂的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在门口发现了男主 本来男主是不让进去的 结果这次却被当场作主 很是尴尬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金问到男主将眼睛男杀死 接着又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杀死 第二天又眼看着男主 差点把游灵推到土坡下 然后又发现 游灵的小仓鼠也遇害了 种种迹象表现出了男主确实很可疑 就在小金和眼睛男吵架的时候 奶奶突然从背后穿出 抱着男主就去了那间做法的屋子 奶奶本想施法将男主体内的小陈消灭 但是却被小陈杀死在了屋子里 这一幕刚好被游灵看到 小陈上前做了一个闭嘴的动作 从那以后 游灵开始一蹶不振 这天小金趁男主离开 在男主的房间发现了寻人启事 随后又跟着男主到了那间废弃的房子 发现了很多的尸体 其中还有被害的黄毛警察 只剩一口气的黄毛警察告诉小金 这些事情都是男主做的 与此同时 游灵起床洗澡被突然喷出来的水下坏 接着就被热水烫死在了浴室 这一切发生后 小金赶到家里遇到了浑身是血的男主 哦不 应该是小陈 正准备问小陈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小陈拿着武器将小金打上 小金使着仅有的力气准备逃离 却突然在做法的屋子里听到了游灵的声音 小金也顾不了背后的小陈 随着声音走到供台前 然后在供台上发现了一个罐子 而游灵的声音就是从罐子里传出的 但是打破罐子后 却露出了男主的尸体 原来是男主的母亲太想要个孩子了 才将小陈送去当了祭品 直到这一听后 突然出现了小陈 本想将小金杀死复仇 但是体内善良的男主突然奔戳 阻止了这一切 小金趁机将小陈的尸体烧掉 才使得这一切都平息了下来 定到最后 小金去检查孩子的时候 小陈的灵魂似乎并没有消散 而是寄居在了小金的肚子里 最后友情劝告大家 千万不要做那些伤天害的事情 否则会你懂得哟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